巴黎球星内玛尔 德卢斯世界非开赛前 巴黎球星内玛尔 属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姆巴佩只是巴黎球星而已 但是世界杯结束 两人的关注都发生了变化 姆巴佩成了球迷的宠儿 而内玛尔却饱受批评 最有意思的是 两人同属于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的意愿 现在他们在大巴黎管理层心中 在地位上有了差异 世界杯结束 两人都陷入了转回传闻 欧洲豪门在出售了头号球星C罗后 急需引进大牌球星来稳定黄马的地位 而内玛尔与姆巴佩正是黄马球购的对象 不过这似乎是单相思 姆巴佩在世界杯结束后 第一时间对大巴黎表达了忠心 今天是个很开心的日子 我在巴黎很好 我还有几年的合同在身 我会百分百留在巴黎圣日尔曼 姆巴佩在去年以全球第二身价加盟大巴黎后 迅速坐稳主力前锋位置 作为法国本土的超新星 大巴黎的管理层非常坚决地表示了姆巴佩乃非卖品 内玛尔现在的形势却非常微妙 巴西队在世界杯上被比利时淘汰无援四强 内玛尔的表现也是饱受批评 而内玛尔在加盟大巴黎之前就告知了管理层 他要将巴黎圣日尔曼最重要的球员 也就是说内玛尔必须是绝对核心 但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让大巴黎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培养自己的本土前锋 据零点电台记者大卫阿隆所表示 黄马求购姆巴佩100%会被拒绝 但内玛尔离队的大门并未完全关闭 而且黄马在世界杯期间已经付出行动 据西班牙公共电视台报道 黄马已向巴黎报价3.1亿欧元 求购巴西球星内玛尔 当初内玛尔以2.2亿欧元的身价加盟大巴黎 创下了世界第一身价 如果黄马真的愿意以3.1亿欧元求购内玛尔